机会听到 听到了 刚好是人投掷物的一个timing 听到归听到了 但是马美丽选择主动出击 三门以后雷直接刚捏的雷 就把自己给补了 这个位置点 自己一个人支撑不住了 感觉 能打一个 又是差一次 还好后面自己的枪枪又稳住了 第一天没有人补枪吗 有啊 应该是快速的能够来人补枪的 这个跟的还是有点慢 对 HK的支援也到位了 是的 但是又倒了一个 把自己兄弟撞倒了 是的 该要出事了呀 DAT的队友也来到几点 我觉得HK打直播团 接得很难 包括支援的队友 远点加枪的远帅 其实这个效果不大 但是近点要看 ZYY自己的发挥 嗯 别闪 自己没有掉血 有几乎在躲一下 那是侧面 他凭感觉 以为自己退回到了吧台 实在是在这个房子外面 那DT的话是全能救 是的 那RBS 怎么被天路抽成这样 这个感觉在转移路上 这是 挑遇了 对 车直接一甩 然后两个人就从车上被扫下来 哎 但是派手还是要往前开 抢节奏 过桥 是的 远帅没有选择开车 但是我远帅侧面 还有一个强心在抽他 不知道能不能抽到 另外一边 我记得悟空不是在拎个 拎个桥头的位置吗 对的 没问题啊 而且目前来看的话 二圈的蓝圈 其实还可以再吃一吃 是的 不急 而且桥上 主要是桥上这两只队友要打 必然要打 是的 这两只队友要打了一个许生 张德胜的话看到了马美丽 这位置好差 马美丽这个位置 扔雷吗 这不要扔雷吗 他也往前动了一步 哎呀 哎呀被反打了 这一项之前马美丽这个视角 应该张德胜的 张德胜这部 也有今天 是的 分还被K了 马美丽刚才是被这个阿东木补枪了 嗯 或许又被RBS拿到这分 张德胜别没了呀 快救张德胜 风烟了 风烟了 哎 还很稳啊 嗯 姚姚和小鹏的一波急火 桥上还有人 有人在扔雷 CTG也来了 是的 但是人比较少 就是小童过来扔了扔了一下雷 人救一命 打成童 油童又救一命 哎呀 这 没办法 他两拨屁克 然后都刚好赶上了对方 缩回掩体的时间 是的 在往前走的话 还有扣扣 哎 看看雷有没有效果 徒步开摸 还没反应过 怎么还有人在往后 他想往后车一点 DT 你俩先击倒了一个75 漂亮 减克雷 哇 一雷雷双翔 是的 还有一个 DT 半学 一丝准确说是 快清快清 清完之后赶紧救人 OK没问题 拿下的还是比较快 这个位置有点意外 就是 DT 哦 空空这里打一个 跟第二个人 跟小鹿对抗 两个人学生差不多 哦 蓝圈也 很痛 蓝圈很痛 蓝圈很痛 打不起要 四圈了 打不起来了 这就是刚刚说的 阶段四你是没有办法的 对小海过来 你让我我让你 结果都躲在桥上了 太谦让了 但也说不定嘛 就是这是一种短空 说不定西桥那边 是一种长空的 就反正圈也不好进 我看索比亚击倒了张的阵 另外一边的话 我们镜头是给到了 I7在扫Pero的车队 现在要做水量很低 Pero这个进圈 其实进圈之后 他也能踩的 为了比较少 他因为半学的情况下 被鱼人给扫下来了 马云荣现在还没有找到 自己的弱角角点 是不是只剩马哥了 是的吧 马哥只顺势车一下 能还能再待一下 又剩我马哥一个人 小同还过去扔了颗雷 所以他是有意识要防天路 这波进圈的 对 但是他的兵力相对分散一点 不过他有一个大反击 哇 好有意买这个M16 怎么用得跟大炮似的 三枪啊 可能也有别处的枪线 是 有可能是补上了 最后的一个伤害吧 对 DT在停车的时候 将队友撞倒 但是不太 这个过点相对长了一点 王鹏 王鹏因为刚才服务张德胜 所以他的位置跟张德胜是 这个其实是没有什么区别的 都会被各种扫 哇 小同 哇 小同 插一枪 小同这个反打 最后 马鹏也打了一个 对 最后几枪是稳住了 蓝哥 这里蓝圈要到了 快爬 他不敢往这个反坡这边跑 对 太长了 他会去往CTG这个方向跑 CTG这个时候还在接另外一队 他右边在扛独狼 然后左边在扛SMS的整队 独狼已经被解决了 对 阿特木被淘汰之后 他可以把所有的兵力 看SMS 哇 他直播出手 其实他如果打下来 就扫掉人也就算了 因为蓝圈会帮他收掉 对 而且他这个位置 目前看来 可能对他威胁比较大的 就是爱奇和天霸 这波我本来想看 CTG正面去接New Happy的 但是DT抽到了一个Fly in 而且这样的话让CTG站位也很拉胯 H2Y也是承受了两方的枪线 H2Y还有背后CCG的枪线 这波CTG怕是没办法去跟 这个New Happy打一波正面了 直接就要被抽烂了 这枪线拉过来拉得好快 这波New Happy打得太轻松了 是的 我还没出手你就倒下了 但是都能抽他 还要观察一下D型的 DT因为刚才动静太大 被17警告了 17在另外一次枪线 然后17在开枪的时候呢 又被南边的天霸给抽了 来了 要听马哥 是的 SmallCC拉了一个离队友比较远的位置 再抽New Happy 然后港亭马大爷已经 被迫退休 直接下去见 DT为什么要动 DT刚才因为抽到New Happy的人 他拉车想要过去接这个New Happy的分数 然后途中被抽下来了 但是CCG的枪线一直在响 他敢往这个位置拉DT是 就是撑死胆大的 饿死胆小的 他这个胆过于大了 在这个抉择当中 泡泡打一个 被队友稍微卡了下位置 不影响 然后IQ想认雷 这个位置天霸不到山头 他应该是架不了的 这不如来进点 是的 我觉得你这个时候踩位置 还不如来进点 因为你 因为你两个队都在哪一个方向呀 对呀 难道想好了 这与我打不过 我不如先留下一个伏笔啊 留下一个这个火种 但相对来说的话 因为天霸戒一开始也是一架三冲 只是天霸这边架枪角度更好 零数是确确实实 DT这个时候就被周围乱抽啊 这个路真的是又吃雷啊 龙四章应该是车压起步的时候被击倒 DT手 怎么CG手里念克雷把地补了 那就只剩两人了 中心点 天霸 天霸的 这个想要贴到鱼人的进点 是相当确实困难的 不仅有CG的枪线 实际的枪线 还有鱼人自己的枪线 没想到啊 这天霸先没了 是 DT已经被残势差不多 只剩耀岩一个了 小岩先先KK头吧 反正机是不太有希望了 好吧 对 NHP也很难 NHP始终是一个这个 被夹的一个这个 位置 知道 这边团线太多了 SG也拉出来了 DT也被淘汰 是的 DT本来 哎刚刚真的是有很多 机会吧 他所有人在这个山头站着 其实他能做很多事情 嗯 出不来了 这地方就架死 要么不给分 反正你想要再混到下一个圈里面 是不太可能了 对 现在也不好往前走 这主要是渔森这个点还在 哎 这个火 这应该是被白龙马两枪带走 好 独狼已经出局 现在是三个满面队 争一个吃鸡 争一棵树和一人一棵树 位置权索 有雷 这个雷漂亮 是 我这雷的精准度真的是很高 而且刚好对手也没有打起药来嘛 对 背后来人了 SG快过来了 这个时候三个人调转 箭头去看屁股 但是 今年的小舞蹈了 我也是被 二人去顶SG的位置 现在17就只能被动防守了 小鬼拉过来了 小鬼直播 小鬼直播回头 没办法 往前走的话 CCG墙前也很多 身后ITG也是 这个压迫的时期 苏九看屁股 小鬼看前面 但是这两边 一人扛一个队不是合适的 对 就是被加的一个节奏 他没有机会去反攻任何一方 他只能架住防守 打倒一个就补 是 菠菜还想进步过来的 一开始 可以摸一下 摸一下 我这三个人还可以打好吧 CCG吗 到他这个方向 好 两个 差一点速度 是的 一个三人编队和一个四人编队 先去打了一锅 小鬼想去狐枪 救人的话 小鬼那边打了一个 救人能救起来吗 蓝拳马上要到了 波波要到了 波波也要过来了 ITG又来了 踢到脚步了 但是被闪了 只能往退 但没地方给他退 救不了 十七这波还是 两队真的是 玩弄于鼓掌之间 太难了 他想找波波的位置 第十年反而被波波先发现 小虫没有急救包 连血都不打这些上了 瞬间倒三个 波波这波在这个决赛圈 直接 打疯了呀 这波 炸穿 特别亚也是一个非常